请进 请坐 唐棕所儿 唐总 唐总 你你你怎么了 赶快到办公室 唐总回办公室 快 唐棕所儿 你这是怎么了唐总 唐棕所儿 走走走 你怎么了 唐总 唐总 你怎么了 还是怎么了 对不起诸位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咱们暂时休会 起立 大家辛苦 散会 您您没事吧 唐棕所儿 唐棕所儿 你没认识 唐总 唐总 这是咱们老总啊 老孙儿 我们先谈点事 是 唐总辛苦 那 那你先去忙吧 好 迎春大姐 我说我怎么在这碰上你呢 就是 真是太巧了 我在这儿上班 我在这儿上班 拆迁办 拆迁办 就是你啊 可着的 我也在这儿上班 是吗 我是在办公室 负点小责任 我问你 我问你 你到底是谁呀 金锁呀 你肯定不叫唐金锁 我当然叫唐金锁 这是我的大号 我小名真的叫金锁 你肯定不是包工头 我因为做了点房地产的项目 有工程嘛 所以就得有个公司 就有个公司 那公司做大了 不就是大包工头吗 总之还是个包工头 公司都是你的 大家的 大家的 那你个装的 跟臭要饭的似的 话不能这么说吧 英春大姐 我前两次到您家 那是我谦虚地说 谦虚 是 那是因为你有事 瞒着我吧 没有 说 没 你跟李婉华到底什么关系 你跟李婉华到底什么关系 好点声 说好 在你脑子里 我们是什么关系 这 那跟我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你琢磨琢磨 我们俩能是什么关系 夫妻 就是夫妻吗 行 就算你们俩是夫妻 你这当老公子 怎么能让自己的老婆 上我们家 找我丈夫呢 问你啊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我看哪 到最后啊 弄不好还得我去当这坏人去 当什么坏人啊 我去跟赵英春说啊 她被离婚的消息呗 可不敢可不敢可不敢啊 怎么了 这事要能说的话 早就有人说了 还轮得让你吗 听说她当年 就是一听离婚两个字 她就过去了 我也不知道 你 你 我真不知道 你 她 我不知 大姐你可别晕 警察大姐你别晕 我说 我说我说行了吧 大姐是这么回事 是婉华她找尤老师 给我的女儿补习高考的数学 你明白了吧 为了上大学 那 你好点了吧 她根本就不是我们家保补 不是 那她也不是按摩小李啊 不是 不 她会按摩 就是因为她给你 恰恰这弄到那 对 你就醒过来了 明白了吧 就这么一个事情 你们家那么有钱 她还用得着按摩挣钱吗 那不还不是因为换工吗 换什么工啊 有老师给我的女儿补习 万华给你按摩 那怎么换着换着 就在我们家常住了 你问我 你怎么不问你们家有数光去 我 我犯得着吗 我问你再问她 说 她住我们家念 都念不走 是 那你那么有钱 她为什么跟我们家住 不跟你住 那房子 房子是万华的 你不说 你家在哪儿住 八房间 八房间拆了 我知道 拆迁的时候 齐大妈和尤老师 就因为你 我 昏迷了十三年 他们 他们不能搬到周转房去住 所以 万华看他们挺困难的 就是让 有数光带着你们 一起住了他的家 明白了吗 房子是李万华的 对 那我们家人为什么骗我 你问我 你问他们去啊 那就是李万华利用手里的房子 勾引我丈夫 什么 小三 他不是小三 我亲眼看你的 看得清闲楚楚 他勾引我们家数光 他真的不是小三 那就是 你们家有数光才是小三 是你们家有数光勾引了 我们的万华 勾引了我的万华 我数光 对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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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我说错了 大姐 我胡说八道的大姐 你醒醒 大姐你别晕道 我可当当不起 老孙 交车 走错了 走错路了 没错啊 不是去医院吗 上什么医院哪 先去他们家 行 是 这要是出事了 我可说不清了 把你脚揣油门里 是 快点快点 英春大姐 你可别出事 你要出事了 我可说不清了大姐 别着急开慢点 到底整个情况 咱还不知道呢 我没着急开得不快 这不 注意安全 还是啊 您放心吧 好 春 春 英春 啊 妈 大夫您看他这个 别着急 先让他哭 哭痛快了 春啊 盈春 妈 妈 盈春 妈 盈春 盈春 开开门呢 打得好 盈春 哭得好 盈春 盈春 打得好 急死我呀 盈春 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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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老了 你让他一个人在里边待一会儿吧 不是 你看他这样行吗 盈春 盈春 打得好归打得好 今儿晚上不会再有什么事了吧 我跟你说啊 你这一巴掌可没白白 赵安初困得好啊 这个情绪得到了发泄 所以就不至于窝在心里 气质血淤了 那我们也注意点什么呀 现在啊 咱们大家不要过度地关注赵盈春 他想做什么 由他去呀 这样他的情绪啊 才能够自由地缓解 另外呢 尤其是你啊 得特别注意 千万不要跟他急于解释什么 或者是做点什么 明白吧 明白明白 明白 你打得好 打得好 打得真好 太好了 行了 大姐没什么大事 真是太好了 我这一天 把我给吓得 我这心脏都快承受不住了 你知道 对不起 对不起 让你受惊了 他怎么让你公司上班的了 我还要问你呢 我今天一开会 我就看见他在那坐着 你说 我这脑袋当时就炸了 我说我 你说我让我怎么面对他 我说什么呀 不是谁让你把他召集开会去了 别说了 我还着急什么开会啊 我以为你要卸包袱到我那儿嘛 怎么会是我卸包袱 行了 爸 咱回家吧 咱回家 咱回家 走 走 赶快走 咱们回去 小龙 唐总 爸 我送送您吧 不用送 万一有什么情况 马上给我打电话 好好好 一会儿开车 先送我回家 是 然后就再开回来 在门口等着 怕他们用车 是 你有什么事 你别老是赖我 行行行 我不找你 没什么事了 爸 我先送您回家吧 不用你送了 晚华有车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你也早点回 休息早点回去吧 咱们走 慢点 来 春啊 出来吃点东西吧 不能一个人 老这么憋在屋里啊 春啊 听话呀 没用 根本全部都 妈 您别死也白咧的了 让他一人在屋里 待会儿待会儿吧 出不了什么事